我的兄弟留于你 5月29日微博直播 感谢和记忆 有的时候收完工 我真的想上来播一会儿 但是我就怕你们没人看 我倒是想那个什么 收工了之后给你们播一会儿 我陪你们一起熬夜 咱们来个纯熬夜 就是从11点开始播 播到早上凌晨5点 我想来这么一趟直播 但是我估计吧 很多朋友我估计也撑不下来 后来我就算了吧 今天正好是 今天我就两场戏 然后收工了之后呢 我就想说 那估计有很多朋友 非常的思念我 抓心脑干的 就受不了了 就是就期待 期待我直播 已经就期待了 就是没有 就是范 查不思犯不想 已经就是属于那种状态 所以呢 我就上来给你们 缓解一下你们的症状 今天是 你们说 休息吧 你们困了 我开播的时候 不说今天要播到凌晨5点吗 你们忘了 我开始不是说了吗 我说那个什么 我说你们那个 明天都不上班吧 我说咱们来个 就是从11点开始播 播到凌晨5点 我们一起去晨练 我们就一起爬山晨练 然后呢晨练完了 吃个早点 要不要 很多朋友吓得 已经都吓完了 这事 明天有事 对你宁愧也有事 我就开个玩笑 朋友说 那个怕影响你的容颜 我 容颜影响不了太多 因为我不是一个靠容颜 走到今天的一个人 我靠容颜蛋糕 这个有点冷 我不是靠容颜 有朋友说靠热马机 也不是那么的神 好不好 这个东西好像被你夸上天了 那个热马机 好像就是能够 拯救一个人 一个人的全世界 好像这个热马机 在你心里就是奥特曼 它可以拯救世界 它可以保卫和平 它没那么厉害的 它没那么大威力 它就是能够让你 稍稍微微年轻一点 基本还是得靠你自己 靠你日常的护理 靠你面门 靠你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洗脸护肤 这都防晒 这都缺一不可 你再靠个热马机 好像就是 做完之后 你一辈子就够了 那是不可能的 少说废话 你看吧 卯络暴力就这么来的 我就做个直播 然后我招谁惹谁了 上来就来 就是语言攻击我 说少说废话 那我说点什么正经的 我上来给你捏篇课文 我给你算一课 好不好 没必要 朋友们 我距离上一次直播 大概有多久了 多少天了 你们 你们有算过吗 十天了 有那么久吗 十天 九天 也就是今天是第十天 我就 今天是第十天的时候播了 对不对 哇 我们已经十天没见了 不可失忆啊 哇 有朋友说你以为 是的 我们已经 已经 都说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我们已经隔了九个秋了 九年没见了 你说咱们那个 我跟你讲 在 在我这个直播间里 时间就过得飞快 九天不见就等于九年 两个月就能跨三个年 嗯 有朋友说下个月过生日 是吧 你搞我干嘛 让我准备给你准备一份 生儿礼物吗 做不到啊 行吗 你们想要吗 你们想要吗 我说真的 你们想要我就 我就抽 如果你们 不想要的话 我就留着也行 到时候 送给剧组 化妆师他们 嗯 想要是吧 好 有朋友说废话 谁不要 也有那种 就是 世金迁入分土那种的 不贪小便宜那种的 是有的 因为我一直告诉我 有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世界上 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 只有免费的摩登兄弟 五元 演唱会 带金券 我就是这么 告诉自己的 啊 您哥嘴咋了 我就是 没事 就拍戏 那个嘴有点干 没事不用管我 不用担心我啊 您哥也是个大老爷们儿 然后那个 能够好好照顾自己 所以你们也别把 别把我当个孩子似的 天天呵护我 今天把我 啊 您哥手怎么了 啊 您哥这个 这个这个嘴唇怎么了 没事啊 我自己有助 好不好 有朋友说 亲一下就不干了 我觉得就是 追星这个东西啊 我讲究一个什么呢 啊 因为我看最近 都在讨论这些话题 我觉得讲究一个什么 讲究一个 彼此尊重 我很尊重我的粉丝 包括每一个 喜欢我的人 我很尊重 但也请你们尊重我 我是你们就张嘴 闭嘴 一想调戏 就能调戏的一个男子 对吗 你来调戏我 有朋友说 我调戏你是因为爱你啊 就是你调戏我是因为 你爱我对吧 所以你觉得 这是理直气壮了 对不对 你这样是 你是女孩吧 你明天走到马路上 你去调戏一个别的男的 最好旁边还有女朋友 跟他一块走那种的 你去调戏那个男的 你看那个女的 散不散你嘴巴吗 他女朋友散不散你 他女朋友散 散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女朋友说 我调戏你男朋友 是因为我爱他呀 合理吗 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 能够随便调戏的一个 男人吗 女朋友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问酒 我有首歌叫 还有什么歌叫问酒 我有一个歌 我唱了一首歌叫做 让酒 还有首歌叫做天问 但你给我打了个问酒 怎么唱 尴尬 不会唱那个问酒啊 对前两天我看有一个 有一个有不知道什么 什么一个杂志上写的 摩登兄弟刘亦宁 两首最有名的翻唱 一个叫做蒋真的 另一首叫做 走你 叫走你 走你 你给我打装都没人在呢 走你 啊 啊 啊 supro idol的笑容 都没你的天 埋着五个阳光 都没你耀眼 却爱一把零五多的你 滴滴清晨的全聊 小便 老相 ags 感谢观看